县政府宣布一日下午五时实施海岸禁制令 金马鹏分属第七案巡队于各海岸及港口执行劝离作为 针对澎湖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若公告禁限制管制区 第七案巡队将依据灾害防处法第30条规定 实施劝离公告限制或禁止通行区域之民众 若规劝不听者恐遭受5万至25万支罚还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资讯 澎湖县今日已达停班停课标准 为维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准备各项应变作为 澎湖县10月2日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另外澎湖县政府发布海岸港区禁制令 自中华民国113年10月1日17时起生效 禁制公告发布期间 如因船舶换港避风 紧急医疗后送或其他金木地事业主管机关报 请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和可知特殊事项 得由当事人签具切结书后准与通行 其余民众没事不要到港区海边从事官浪或其他事项 以免受罚 记者 成荣郁报导